今次這首歌其實就是延伸著不足南下幼之死的第二個故事 經歷了第一首歌 它死完之後就會再重生 重生之後就會在墓地慶祝自己再次誕生在這個世界上 所以它見到我這個角色就會不斷地在不同人中間穿插 在MV裡面的角色就是經常出現大家的惡夢裡面的人 跟導演聊完之後想表現一個很奇怪的氣氛 因為夢裡面通常都會發賣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通常人們開生日會就會拿完整蛋糕出來 但是這個惡夢裡面就是因為你猜不到 婆婆就在嘴裡拿個蛋糕出來 然後看到一群沒有了靈魂的學生 但是他們就在那裡跳舞 另外還有一對新郎新娘 剛剛結婚 但是他們就在那條隧道那裡互相去掌摑對方 是很諷刺的又很荒誕的 你想想兩個剛剛新婚而已 就已經在隧道那裡掌摑大家了 那這次呢在MV的化妝上面 都真的快要很長時間 一共有兩個造型 我也想用這個化妝 令到大家更容易代入的角色 其中一個就是有個牛角在臉上 因為我覺得很搭配一個太古衣服 就是日系的太古衣服 然後打大鼓 好像沒有什麼人做過這個造型 那我就用了它在一個比較powerful的 打鼓的這一部分上面 你看到它的衣服都是比較日式太古系的衣服 另外呢有另一個造型就是穿著 藍色的西裝外套 那它的西裝外套就是印著一個骷髏骨 那其實這個角色就是今次這個MV的主線 那它就是惡夢的本身 大家都看到它的眼睛噴黑了 然後它的手是噴到銀色了 然後有很長的指甲 還帶了一個全白色的抗 在這個裝飾上面 還會有一些很有趣的小擺設 例如心臟 有一個銀色的手纏著頸 好像一個惡夢 令到人家窒息 無法呼吸的感覺 所以就特意選了一隻很有趣的手 掛在頸上 三首歌會加上一個奇幻系列 我自己覺得造型上會有些不同 比較超現實 比較想像多些空間的一個壓在腦海裡的世界 我自己覺得拍攝上最難的就是 我想時間 總共拍了24個小時 有很多不同的場口 有些化妝 另外用了一個倒拍的形式 就是想做到一些肢體動作都很奇怪 很不平常世界 很不現實世界 就是這樣 所以我要倒背一個歌詞 在MV一開始就出現了 另外我覺得最難 就是長指甲 你貼完長指甲之後 其實又不可以吃東西 又不可以去廁所 有點餵氣 不過出來的效果 我覺得挺有趣的